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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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算沒人性 你們前家這麼多下人 你不用, 用我女兒回去看店 當初你的女兒死也要進來我們前家 當然要守前家家規了 我身為姑奶奶, 吩咐她看店 她怎麼一走了之 吩咐? 吩咐? 張艾母口 你看看你, 有皺紋 還有眼圈 你快去找曹大娘幫你做美顏 剛才我做完, 皮膚真的很滑 那她的事不是騙神見鬼嗎? 我曹大娘的手勢好已經響當當 你敢躺下, 我就敢跟你做 我最多分文不收 我才夠均真 如果你真的做得好 我一定會給你足囚禁 最怕你那些東西不行 我曹大娘的全都是真材實料 我試過了, 很好 做不做, 躺下吧 我坐在這裡做就行了 姑奶奶, 做美顏 知咒技就是坐在這裡做的 那些許酒糕一塗在臉上 如果不立刻躺下 那些皮就…這樣掉下了 你回去看店? 是, 姑奶奶 你怎麼搞的?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這是正貨 敷完之後, 皮膚很乾淨 是你才說 當然了, 姑奶奶 把眼睛弄一會兒 我去煮點水, 待會替你洗臉 你怎麼這麼快回來? 我的肩膀很痠, 順道幫我練一下 不是頭, 是肩膀 對了, 大一點 別吃飯了, 再大一點 對了 想不到你的手勢真的不錯 再大一點 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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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姑娘奶奶的聲音 我娘有狡鬼嗎? 你怎麼抓住我? 我沒有, 我被毛大狼撞下 怎麼會這麼容易撞下 你幫她看水是不是? 沒有 你幫她追她回來 那就證明你清白了 又發生什麼事? 什麼誘誤? 什麼誘誘? 我現在被人聽破了, 他就是放兇 除了你之外, 還有誰都知道在這裡 我現在就是去保管 我的司法還在你這裡 你還不讓你放兇 你別這麼難得說你, 你先聽我說 有什麼事, 回去跟保管說 戒指罵大了, 清清很難在善家立足 娘, 所以… 清聰 錢小姐, 剛才你難途告狀 指控錢少夫人和毛大郎合謀侮辱你 你居何在? 大人, 毛大郎一向癡戀文女的美貌 眾所周知 剛才在一路盞裡, 他向我無手無腳 幸好我機警才能力補貞操 我這個窒息表面和毛大郎 無欺負無能 實際他們在背後合謀計書我 他正一獨斧 之前借鳳梨陷害自己的相公 你別再順口開羅了 你為了讓我們前家上下 那個人擔驚受怕, 有什麼做不出? 大人, 他一向都看我不順眼 之前故意弄壞我, 珍藏多年的畫卷 還有, 我當他是自己人 打算教他怎麼做醋 他居然狗咬女動賓不惜好人心 還有 大人, 很明顯是為了要毀我們 前家的家產 你別再懶惰之曲了 你算人就說人算你 沒有陰謀就說人有陰謀 大人, 你要明察秋毫 剛才我叫他回去看店 他竟然截犯 為什麼就是要替毛大郎把風 讓他侮辱我, 事敗就替他逃走 不是啊, 大人 我還被那個毛大郎弄掉 我有瘀傷的, 你們看看 你砌池假扁 你含血噴人 你心懷不軌 你妄想上路 你… 縮靜 ск絞 起橋 讓開… 你走 跪下 毛大郎, 現在錢小姐撞告 się 和錢少夫人合謀想侮辱他, 可有此事 會…大人, 真的很難忍 小人還是一時把持不住 才輕薄錢姑娘而已 至於錢少奶奶沒什麼關係 沒有合謀 大人, 你不是相信她說話嗎? 之前我的香帕被毛大郎偷了 之後又在她身上出現 她們兩個分分鐘有奸情, 你… 大人, 錢少奶奶看小人偷了東西 所以才叫小人拿出來 程姑娘, 我真是鍾情於你 其他女子呢, 我不能有反應 你神經病啊?死開了 如今真相大白, 本官宣判 毛大郎, 你意圖輕薄錢雙姑娘 現在判你, 從今天開始 不可以接近錢雙姑娘一百步範圍之內 另外, 你需要顧著偷窺狂三字木牌 遊街示蹤十天, 以作教化 起來 錢姑娘,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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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此案, 終於水落石出 慢著, 大人, 你還有一個主謀未判 夠了… 這件案子根本跟錢少夫人無關 你只是暴風捉影 暴風捉影就是有影 就算他不是主謀 也一定是慫恿之嫌 姑奶奶, 你說我和人有奸情不僅 現在還要咬著我不放? 大人, 請為我主持公道 好, 大人 初來報道你這麼激烈的事, 我嘗嘗 你們倆就是一家人 我現在判你們倆互相向對方道歉 就當沒事發生 大人, 所有事都是姑奶奶她不說道理 若然民府道歉 就代表我對她真的有加害之心 所以民府絕對不可以道歉 大人, 你看她到現在不肯道歉 我就更加不可能道歉 既然你們不肯道歉 那就一直跪, 跪得肯道歉為止 停轎 媽媽 她軍面色很差, 要休息一下 不用了, 起行吧 知道了, 媽媽 你們說誰會先開聲 我說清清, 因為前傷比較固執 什麼?我清清失頭過不知多力 大人, 已經半個時辰了 她倆更… 那就繼續等, 看看誰會先開聲 郡主駕到 大人, 聽聞本宮女兒和孫媳婦有所爭執 不知道大人是不是已經查過明白呢? 其實此事已經查妥 只不過是一場誤會而已 既然是誤會 大人, 為什麼他們倆還跪在街前呢? 郡主, 他們倆不和 本官要求他們互相道歉 若此事不成 肯定成為友德鎮 立下最壞的榜樣 本官一定要秉公辦理 大人所言有理 他們倆不和 都是本宮的家事 讓老新領他們回去 自然會好好地教導 郡主, 真是恕難從命 以誠公事, 不能私了 況且他們倆只要肯誠生道歉 本官亦不會刁難他們 郡主, 不如你先行回去吧 本宮不走 娘, 太君 錢小姐、錢少夫人 你們倆肯不互相道歉? 道歉… 不道歉… 娘子, 不如你先道歉吧 有什麼事, 我們之後再商量 為父一定會幫你的 尚公, 有很多其他的事 我都可以聽你的話 但這次我真的沒做錯 我不可以就這樣就道歉 對, 逼癖老娘的女兒 肅靜 郡主, 看來一時三刻 好, 他們倆都不會互相道歉 不如你早點回去休息吧 我要留在這裡 娘 太君 太君 我道歉, 這次這件事令姑奶奶誤會 是我曹青不對 曹青向姑奶奶道歉 這次這件事, 我也有一點衝動 我向你道歉 大人敢行沒有? 難得兩位都肯認錯 郡主真是教導有方 退堂… 跪下 扶孫媳婦起來 王子, 先起來 雙雙, 你比毛大郎輕薄這麼大件事 為何不預先和我和你兄長商量 才作最後的決定 對不起, 娘 你知道嗎?你是大家龜獸 怎可以像下等人一樣不懂分寸 這次的事, 人家不笑你 笑你娘親我 記住了, 以後不要這樣 知道了, 女兒以後會記住了 站起來吧 太君, 我… 勉勞, 你是愛姓人 如果我要你跪的 人家就說我欺負初歸媳婦 我擔當不起 我知道錯了 太君, 你大人有大量 原諒我一次 如果我不原諒你 我就做了小人 我沒這個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孫媳婦是什麼意思 你… 今天的事是她也有不著 但無論如何你是晚輩 居然不肯向姑奶奶道歉 還要我走來解位 我知道錯了 媽媽, 娘子入門不久 很多事都不認識 是我做相公的 我總是不要好好教導娘子 千錯萬錯, 都是我錯 如果媽媽一定要罰她 我願意代娘子受罰 乖孫子, 你不可以這樣中她 會知道人家說病, 被人說閒話 那你叫我們前家的人 哪有面目見人呢? 什麼事? 媽媽… 媽媽… 姑奶奶, 已經曬水了, 我們先打水 姑奶奶 窒息, 泰君也說不讓你進去 你還站在那裡幹嗎? 所以我就不進去, 在這裡等相公 姑奶奶 好, 乾杯 西瓜姓寒, 泰君哪裡受得? 寶品是什麼? 人參燉雞 人參燉雞這麼醜 泰君更加不受得了, 換個它 那我叫廚房再預備過 好, 留下碟西瓜 小姐, 坐下吃一件燒薯吧 窒息, 要不去坐下吃一件吧 好 不過你不是等你上班嗎? 吃著等, 行無規矩的 上班, 怎麼樣?泰君清智怎麼樣? 都是這樣 那他下一口氣味嗎? 這麼容易下氣嗎? 你做過什麼? 什麼都沒做過, 只有一洞在這裡 阻礙著曬 姑姑, 為什麼就是在這裡耍水 不在裡頭耍水呢? 太潮濕, 易風濕 況且地上濕透了, 你媽媽線質怎麼辦? 那就算了 老闆, 什麼生意這麼好? 這麼快就沽清了? 最近熱了嘛, 很正常的 我帶了人來拿冰 你們前家沒有替我訂過冰 我也知道 但是你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買個人情給我? 這幾天每個人都說要冰 我哪有這麼多人情賣 真的嗎? 老闆, 你這麼勾法 只會越勾越癢 你有沒有白粗和扣布? 我幫你搞定它 我告訴你, 你好嗎? 果然好了很多 前少姑娘出了心痛不久 果然能學到東西 對了, 你想我怎麼報答你? 你知道怎麼報答我的 沒問題 老闆,原來你藏了這麼多冰海樹 這次真謝謝你 怎麼說呢 你們兩個快點幫忙撿冰回去 不可以的,前師傅人,不好意思 上面這塊塊的冰是有客人訂了的 那哪些才可以撿 不用撿的,地上這些碎冰 你多撿起也行 原來是這樣 是呀,不要回去看店 你們隨便吧,走… 謝謝你 快點幫忙撿冰回去吧 你們倆為何還站在那裡 小奶,就是這樣 風哥只叫我們幫忙搬東西 就別叫我們過來幫忙撿東西 你們… 那你們是不是不幫我 幫,待會兒你撿完 我們就幫你搬上去 好,我自己撿 好,娘,舒不舒服? 舒服,很舒服 好 謝謝太官的照片 果然是冰雪聰明 懂得用冰去抗溫 荔枝不敢當 是誰指使你來的?現在可以說吧 為什麼荔枝進去了這麼久 還沒出來? 荔枝,你為了幫媽媽解熱 作兵作得手都損壞 弄得我心都痛了 那你說這招孝感動天 太官會不會不生氣我? 一定不會生氣你 還稱讚你冰雪聰明 荔枝出來了 荔枝… 快點去吧 荔枝,怎麼樣… 媽媽看見冰,是不是很開心呢? 你有沒有跟她說 說冰是我作的? 怎麼樣?媽媽究竟怎麼說? 太君只是叫我請少奶奶進去 太君,姑奶奶 未知太君叫孫心抱進來 所為何事呢? 給我搬一桶冰出去 太君的意思是 你叫人家拿進來的東西 自己拿出去 太君,那些冰對你身子好 對了,媽媽 你就看娘娘子一番苦心吧 你想到就是她 娘子 你想到的東西,我們想不到嗎? 放在這裡就行了 謝謝 為什麼? 你和金家很熟悉的 你和金家很熟悉的 說句話,她馬上就找人送冰來吧 怎麼像你呢? 撲來撲去才只有雞碎那麼多的冰 姑姐,每一樣都是冰 最重要是娘子,有麻麻心嘛 孫心抱如果真是有我心的 就應該早早道歉 大人她叫我和姑奶奶道歉 我們要等到你來才肯做 是我們不對 你終於知道自己不對了 所以我見太君你不惜 我真的很想做點事來彌補過創 但我發現 原來其實我做多少事都是多餘的 就算我雙手被冰界損壞了,也是多餘的 她是我女兒,沒得選 是娘子一時衝動 你就看在她孝心分上,原諒她一次吧 射姑,要跪我和你一起跪 但我覺得姑奶奶你也要一起跪 你敢跟長妹說話? 如果有道理的話,就說什麼都行 沒有道理,就說什麼都浪費氣 單單是這樣的態度就要跪了 娘子 沒有駕駕 娘子… 媽媽畢竟然是長輩,又上了年紀 你別生氣了 我這樣走出來,確實是我不對 不要緊,我們回去哄媽媽 太君吩咐了,說不想再見到少奶奶 你無謂再進去再激一激吧 櫻桃,你進去跟媽媽說 少奶奶知道錯了,會跪地認錯 實情,少奶奶你想跪的 又無需要進去跪的 在這裡跪,這裡跪也行 說不定太君一出道見到你 會更快原諒你呢 櫻桃,你這樣跟少奶奶說話嗎 那對不起,少奶奶 我先出去做事 信公,算了,我就是在門口跪了 現在才肯跪嗎?遲了一點 姑姑,不如你跟媽媽說一聲吧 你媽媽要五歲 要跪的,自己慢慢跪 相公,我不會這麼容易放棄的 坐下 冷靜,冷靜 兩支…你聞一聞 什麼?有點酸? 我加了點醋,是山楂教我的 他說這樣會令人更聰明 兩支,先吃點東西 不行,我跪了半天 就算吃一塊,走工也馬上來找我 我聞一聞… 兩支,我幫你按摩 更不行,這裡是大軍房門口 如果讓她看到,你幫我按摩 成何體統,更加沒有誠意 誠意…我當然有誠意,你也不肯接受 說是我女兒清清 陳家… 反對前家,以大欺小 陳家婆婆,最多少拉回來 我過去通知你 我不相信,如果她真的過了隔壁鎮 她一定會告訴我 清清,我知道的 自從上次姑奶奶那件事之後 你們一定會欺負她 你們一定不會讓她過好日子 陳家婆婆,少奶奶也不在 你這麼濃氣也沒用 清清,你是不是被他們困在柴房? 你那裡是屎閘華?你真是… 阿嬤大人 爹,先走了,讓我來 你怎麼說她跟清清過隔壁鎮? 阿嬤大人,你放心 清清現在很安全 你這麼說,就是說她現在不安全? 清清 阿嬤大人 你怎麼樣? 夠了… 你再大聲叫聲泰君,我… 你信不信我客族的客人? 爹 你最好佈了官 阿嬤大人,總而言之,我生要見人 死要見屍,如果我見不到她 我不走 阿嬤大人,清清吩咐過 叫我帶你去一路盞才說 真的? 真的 你不要騙我 沒有 珊珊 阿嬤大人 你還在引起東西? 來,珊珊 還說沒騙我 這麼小事都要我女兒跪這麼久 阿嬤大人,就算讓你見到娘子 你也知道娘子是脾性的 她也會照樣跪下去 看來真的我要出手 她才肯收手 親家奶奶,不如喝杯茶吃一塊餅 慢慢再談吧 對了…阿嬤大人,解決的辦法當然有 是嗎?我拿一把劍 何以太過一條頸? 那也是辦法之一 又或者… 將血炸開,露露 動 阿嬤大人,解決的辦法很多 不用那麼血腥的 可以動之以情 是優情說的嗎? 又或者是壞之以理呢? 她肯說道理就不用按女貴那麼久了 阿嬤大人所言甚事 是嗎? 很好吃,這是什麼? 鳳梨餅 糟了,又會無緣無故吃鳳梨? 那怎麼辦? 少爺,不用怕… 最多是腥腥臉腫 明早再請大夫來,別帶我 那娘子呢? 小爺,我想到一個方法 應該可以化解到太君的怨氣 你這本少爺抄心經? 小爺,記不記得今早去向太君請安 太君說想念佛經? 我明白了 太君好佛,太君一定喜歡 傘傘,你很聰明 不 少爺,等等 少爺… 如果照著少爺的自立模 會不會更加好? 你想想當是娘子寫給太君? 準備 好 怎麼樣?像不像? 菲爺說呢? 他一整晚都很悲悲 你怎麼這麼晚還不睡呢? 少爺 山楊 你一定是趁上宮睡著了 偷偷地來看我吧 少爺還沒睡 所以叫山楊來看少爺你 他還沒睡? 在這裡幹什麼? 少爺很忙,應該要做到通宵 幹什麼做通宵? 少爺辛苦了,今晚 明早時夜抄好疊心經 應該扣得太君圓了 那你快點去服侍他,不用理會我了 知道,不過山楊回到去之前 讓山楊先服侍少爺吧 這裡 謝謝你,山楊 留給英文的 對不起,強力一點… 我實在不失誤 多謝! 我希望你會不會 白癡 趙季 小公 我的用功 阿姨,你昨晚沒有婚嗎? 你還痛不痛? 我可能多睡一點 你多忍耐一會 很快泰君出來叫你起來了 山楂 來,小爺 小財神 平時你很少在這個時候離開床鋪 我今天特別精神了 媽媽,我昨天在房裡發現一件事 所以今天很急著送給媽媽來看 什麼? 山楂 山楂? 字跡這麼熟悉? 這疊山楂是娘子特意為媽媽你抄的 拿去看看 阿通 你是不是對著那隻整心慘對得久了 學他那些偷騙鬼騙技量? 我… 你學得挺像的 但你沒留意到 阿朕會寫字,有個壞習慣 凡親寫個毛字 他也會偷懶把下面的四點寫成一畫 但你看你 你這招待妻的抄經是多絕 不過沒留意到細節 小財神,通宵抄經是很傷神的 你看看你,眼圈黑了 回到去休息吧 媽媽,但是娘子還在外面跪著 我不會叫她起來的 因為我沒有叫她跪著 是呀,她不怕嚇人笑話 不怕自己丟架,就繼續跪著 媽媽,你一向最疼小財神的 孫媳婦,做事沒來搭煞 我怎麼做得到愛屋求婚呢 生姊記得小財跟我說過 佛頭雀訓的故事 小財還說這個故事好像她自己一樣 她也會對佛經故事有興趣嗎 有,小財還說雀鳥有佛性 才會在佛像頭上窩窩窩 我記得了,我記得兩天前跟我說過 為什麼雀鳥不在老鷹頭上窩窩窩 要在佛像頭上窩窩窩窩呢 因為雀鳥見到老鷹胸鱷 佛祖慈悲為懷,事事不計較 所以才敢在佛頭雀訓 山珠明白了 少奶奶學了裡面的雀鳥 因為泰君有菩薩心腸 才會膽敢在泰君頭上窩窩窩 即是闖 是呀,山珠說得好道理 山珠你這麼有慧根,肯幫人求情 好了,我就看在你份上 原諒那棵米田貢 謝謝媽媽 謝謝媽媽 梁芝 淘汰君是不是不生氣了 媽媽,原諒你了,先起來吧 來,山珠 走開米田 那棵米田貢,救命,救命,救命 來… 小心…雷芝,我幫她按摩 不行,我還是向泰君請安 泰君在念心經,不讓人打擾 你呀,別以為是你也搭心經打動了泰君 全靠山珠的嘴巴,你才能站起來 山珠說了什麼,來說服泰君? 沒有,山珠只是問了媽媽 什麼叫佛頭雀婚? 沒什麼特別的 最重要是媽媽孤文大量 佛頭雀婚? 山珠還在泰君面前幫你起了個別名 很特別的 來聽聽 琵琶不敢 叫你說就說吧 是不是那棵米田貢? 知道就是了,真的很貼切 不是,山珠無心的 米田貢? 山珠無心的,花名不是山珠改的 無心拆扭扭成音,拆得好拆得好 你… 女子,女子暈倒了,女子 叫大夫… 女子 眼眩就別跟人吵架了 怎麼會這麼眼眩? 小妻的花名,不用兩天就已經傳開了 每個人在背後都是這樣叫她 幫我拿回佛經,去還給師太太 然後拿點心來 我去花園那邊等你 是,小姐 莫非是她?她沒可能會回來的 尚君文,你回來了?還要跟人輕輕我我? 尚君文,我要抓死你… 本官請你當師爺的時候 說過有兩件事,一定要裝得妥妥當當 你還檢查哪兩件事? 記得,要是輔助大人審案一絲不苟 而是時時刻刻看著夫人的小手 那為什麼這條佛珠會在這裡? 那天在苗心鵪,我只去了一堂茅廁 回來,串佛珠已經在夫人手上 那裡是鵪堂,不是市集 我不可以用銀兩就解決了 要不要我送回苗心鵪? 當然不用了,還給他們 只會讓他們知道夫人是三隻手 是,大人 老爺,我串佛珠呢? 好,坐 明明我五歲的時候 把一串佛珠放在桌上 不是你拿了,還是誰拿?拿回來 夫人,你已經過足手癮了 那串佛珠應該也收起來了 你不是想拿出街帶吧? 你加上那個人懾我嗎? 成親當晚我跟你說了兩件事 你要清清楚楚名記於心 你記不記得哪兩件事? 我當然是有銘記於心 我當然是記得那兩件事 第一,不可以對其他女子心動 第二,不可以干涉夫人行動 但是夫人,你那個技藝高超的小手 上次當場被人抓住 然後沒多久,我就釣到你這裡 如果這次再被人發現 下次?不知道釣到哪裡了 你不用怕 釣到這裡也只是暫時的 等風升一過 有爹出馬,你很快就升官了 最多下次小心點 還有下次? 行了 這串佛珠也是我近期最有趣之作 一如把它送給蘭姨,她就喜歡 蘭姨,彩慈聞得蘭姨一向潛心向佛 所以特意送上佛珠做見面禮 是嗎?有心,謝謝你 對了,一眠師太太不知道在哪裡掛單 她是妙心甘住持 最近我經她安排 也請了一尊觀音在深造貨共訪 原來如此,幸好她們相信 我出馬,你怕一點 對了,彩慈,你娘親身體好 謝謝蘭姨關心 家母經名醫調理之後,好多好 妹妹回來了 她不是上官民的老婆嗎? 為什麼會和副大人一起? 娘,哥哥 這位副大人你見過吧 這位是副夫人 副大人,副夫人 難怪你和上官民在花園那麼閃縮 原來是紅杏出場 雙雙,副夫人是我蘭姨的拉女 男姐,你對眼沒事吧? 我對眼沒事,蘭姨?有心 泰君,糕點到了 老爺 姑奶奶 孫媳婦,你也坐下來一起吃吧 謝泰君 那我去再拿一件吧 不用了 朱色,你不想肉,你吃我這件吧 不行,姑奶奶你畢竟是長輩 你吃才對 老爺,你不吃的話,我會生氣的 不行,我吃了 人家會說我沒有家教,收殺勞家 錢小姐和錢少夫人看來挺和睦的 是呀,自從大人你教會之後 我們各五前非,關係比以前好很多 大人,你不用再擔心我們了 不如我們吃一半吧,好呀 大人,順風流最有名的就是全醋燕 他們所用的醋也是閉號的出品 所以這次特意請大人來,既為接風 亦是為了大人可以償身 錢某就避了一份自家的醋,作為會禮 這是深醋鎮店之寶,百年層醋 當年九千歲特地派人家有得鎮穩 錢翁也不肯拿出來,說沒有 錢翁呢,連九千歲也不賣帳 真是豪氣不凡 大人又怎麼同呢? 大人你是我們的地方官 我希望獲得大人的厚愛 像以往一樣,收書引戰 令我們深醋可以繼續成為公粗 可以繼續送入皇宮 我們先別說這筆了 本官只有上官先生幫忙 就發覺本陣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對了,錢翁,不知道你會不會 當仁不讓,首先拿錢出來收出一下 要捐錢出來,自己也要封足了才行 如果我們深醋不能成為公粗 那我明年收入就少了很多,大人 錢翁,真是會開玩笑 這裡最有錢是你 你說沒有錢,哪有錢才能 本官最喜歡找一些易談得來的人 做朋友 大人… 大人,沒事吧?大人,沒事吧? 咳嗽、咳嗽 喝醉 這個醋不行,百年老雙 來… 大人,大人… 敲開嘴… 大人,不如在宮壁上先蓋我觀印 推薦深醋,繼續做貢醋 來吧 前老闆 雞老闆 這個菜葉剛好心髓 最好精髓就是你 大人 大人在上面休息 我以為你不要騷擾他 你的手是不是放在錯位置 走啊, 把手放在錯位置 年紀大早喝大兩杯, 在所難免 一場不配, 任由他 任由他? 走吧, 肥腿 什麼不要緊?他摸你的手 我們打開門做生意, 在所難免 現在做生意這麼吃虧嗎? 你早點成家立室 幫我打理一路盞的話 那我就不用出來拋頭露面了 姐姐, 我已經回復了進肖的臉龐 要找個盤其實非常容易, 你知道嗎? 你的兒子確實挺進肖的 但是你還不趕快去找? 去找? 明早先 對, 陪我一齣 給我一齣 你要倒想 我 drafted 你應該這裡 喔, 你不要緊 給我一盆 再吃虧 你也會吃虧 不會吃虧 你 następ 我先談吧 希望你不可以去找出 我只是你的想法 跌尽低谷碰下你在旁 陪着我 雪一星不遥放 长期再跌倒 一早已怕希望 其实我 我也不想硬碍 是你吗 使我不会再害怕